2023年9月13号 墨西哥一场在线直播的听证会上 对外展出了两具疑似外星生物的遗骸 在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两具矮小的遗骸泛置于展示柜中 尸体呢完整无缺 头部细缠 每具遗骸都有双手双脚 每只手都有三根手指 通过对这两具遗骸进行了X观检查 3D重建和DNA分析 确认这些尸体与人类毫无关系 这是地球上第一次有政府官方出面 承认外星人存在的可能性 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这两具外星人尸体的来龙齿脉 大家好 我老科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必纳不住 旁边是外星人调查员小千 大家好 2017年3月 秘鲁传统文化保护研究所所长 D.I.李贾明 联系了不明飞行物学家杰米莫森 贾明告诉莫森 一个秘鲁人 向他展示了一些非常奇怪的尸体和照片 希望他来确认一下这具尸体的真实性 当莫森看到两具奇怪尸体和一些其他骨骼照片的时候 立马就决定组织他的团队千万毕露 不久莫森就带着由生物学家 考古学家和记者组成的团队和贾明会合 并找到了那个提供照片的秘鲁人 但这个时候他们发现 事情开始变得有点富了 提供尸体的这个秘鲁人叫玛里奥 2016年马里奥在帕尔帕和纳斯卡之间的沙漠里的一个墓穴里 发现了多具奇怪的尸体 马里奥凭借自己的直觉 就觉得这些尸体不一般 一定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 甚至在2016年10月份 还在YouTube上发布了关于这些干尸的视频 希望有人能出个高价 但是一直无人问津 直到他联系到了迪埃里贾明 这就让所有人都怀疑起来 这些干尸会不会是马里奥这个文物贩子 盗墓贼做出来骗人的玩意呢 不过莫森还是顶住了马里奥提出的各种苛刻条件 见到了照片上的这些干尸 这个就是这些干尸第一次真正暴露出来的时候 在第一次与马里奥见面的时候 莫森见到了两个奇怪的头骨 和一个巨大的人形手掌 这个就是 以前这个外星人是散开的 不是 他其实发现了很多的尸体 这种完整的尸体 还发现了一些零散的东西 零散的就是这两个尸 这两个外星人头骨 比人类的婴儿头还要小一圈 形状和我们之前讲过的 那个外星人头骨非常像 就是后脑很长的一个椭圆形的形状 两个外星人的头骨保存的都算是非常完好的 都能看到非常小的下颌骨和环椎 环椎就是脊椎动物头骨和脊椎骨连接的地方 而我们还能在脸部能够很清晰的分辨出 有嘴鼻子鼻痘鼻梁还有眼眶 你仔细观察这个外星人的头骨 甚至能看到眼皮闭合留下来的缝隙 而那个奇怪的手掌则大约有50公分长 只有三根手指 整个手掌都被白色粉末包裹 第二次见面时 马辽向墨三团队展示了另外两具尸体 这两具尸体就是这次在墨西哥听证会上我们看到的这两具 完整的 对完整的 两具尸体大约60厘米长 外形和人类差不多 都是头两只手两只脚 但与人类不同的是 两具尸体的手脚都只有三个手指头 此外 其中一具尸体的腹部有一个奇怪的隆起 很像是怀孕了 调查团队在当地就近找了一家医院 在医院里对两具尸体进行了X观扫描 从扫描结果可以发现 两具尸体的头部的骨骼密度远高于其他地方 甚至密度高于人类头骨密度 两具尸体的胸部都被植入了一个哑铃状的金属薄片 而其中腹部凸起的那具尸体下腹有三个椭圆形的物体 再次对这具尸体进行X观扫描后 发现这具尸体的两腿之间有一个类似爬行动物 或者卵生动物产道一样的结构 所以这三个东西很有可能是这种生物的卵 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 它这个有多长 60公分 大虫子 但是人形 人形大虫子 不算是虫子 反正一种矮小的人形生物 我觉得更像 卵生人形生物 对 卵生人形生物 但是此时就定义这个生物是卵生 还有两个鱼石上枣 莫三团队将这两具尸体 分别起名为阿尔贝托和约瑟芬娜 还给他们起了名字 对 不然你怎么分辨呢 对不对 你得好分辨他们嘛 小明和小红 差不多就这意思 就在调查团员惊喜于自己的这些发现的时候 马里奥提出 我可以带领到发现这些尸体的地方看一看 马里奥还告诉他们一个消息 如果莫三团队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 马里奥愿意不仅带他们去尸体发现的地方 还可以给他们一个更大的惊喜 此时 莫三已经不可能拒绝马里奥了 只能答应一下 还承诺 只要马里奥口中所谓的惊喜 真的如他所说 还能加钱 马里奥看上去呢 都非常自信 带领的团队就来到了 位于秘鲁帕尔帕地区自己家小楼的布地 给调查员展示了第三具神秘的尸体 在看到这一具尸体的时候 一群科学家记者 外星研究者都震惊了 他们把这个东西称作 21世纪最重要的发现 呈现在所有人面前的是一个人类大小的梦乃伊 它整个成蜷缩状 和那两具小木乃伊一样 形态和人类差不多 有头 颈 胸阔 盆骨 上肢 下肢 外形最大的不同 还是手脚上都只有三根手指 手指 脚趾非常长 头部细看 则也能看到一个长而隆起的后脑 目测就能看到 头部没有人类的外耳结构 也就是说没有耳阔 耳骨 只有两个洞 也被称为听觉通道 它全身也像阿尔贝托 约瑟芬娜一样 覆盖着一层白色的粉末 整体的保存非常完好 调查团将这具尸体命名为玛丽亚 小乔 在帕尔帕 小组成员对玛丽亚进行了X观检测 检测发现 玛丽亚还有内脏部分结构存在 内脏 对 并且 那两个已经照不着了 你看到X观篇已经没有内脏了 只有胸部那个金属片还可以看到 玛丽亚是可以看到部分内脏的 主要是扇胸部的内脏 下腹部的内脏也没有了 并且脑部还有一些水和残留物 这都说明了一件事情 玛丽亚可能不是人为制造的木乃伊 而是一具天然风干的尸体 调查团队决定调查一下尸体表面的这些奇怪白色粉末 经过测试发现这些白色粉末是一种硅藻土 所谓硅藻土其实是一种藻类的化石 这种粉末具有干燥剂的效果 当然它也可以作为天然的杀菌剂或者杀虫剂存在 并且在干湿表面还发现了一种化合物 氯化阁 氯化阁是一种剧毒物质 但是能做消毒液起到杀菌的作用 效果要比硅藻土要好出数倍 这个发现让调查团队非常担心 但也非常期待 因为在自然界中不存在天然的绿化阁 我们人类是在19世纪后才第一次合成出这玩意儿的 也就是说要么这些干湿证明了一个超古代文明的存在 要么它们就是盗墓贼造的假货 之后调查队又找到了两具类似的干湿 一具和阿尔贝托约瑟芬那大小差不多 呈作姿态 但是没有脑袋 另一具则是一个婴儿转蜷缩的奇怪尸体 他找到他的时候就在虎的表面找到的吗 不是不是 他们那个村就帕尔帕地区他们那个村有好多这种盗墓贼 在另外的盗墓贼手上收来的 这两个干湿呢分别被命名为了维多利亚和瓦维塔 在这个婴儿干湿瓦维塔身上 调查员发现了明显的被切割过了的痕迹 在调查团队研究这些奇怪的干湿的同时呢 莫三跟随马里奥来到了发现这些干湿的所谓的墓穴里面 但这些墓穴让莫三感到非常失望啊 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墓穴就是一个天然的洞穴而已 而且非常小 仅够一个人爬行进入 洞穴里除了大量的和干湿身上相同的硅藻土外 什么都没有 甚至连棺材或者说是陪葬品 甚至这些干湿身上的衣物都没有 啥都没有 就是这些硅藻土 这样莫三不得不怀疑这些干湿的真实性 我在看的时候 马里奥想让莫三他们去看这个地方 跟莫三他们说是这个地方有很多东西 有壁画 有什么城堡 有燃工修建的痕迹都没有 那他吹这个牛干啥 就是想让他们去啊 因为你想去你就得给我付我钱 对 在莫三和他们团队的努力下 马里奥终于同意可以从这些莫乃伊身上取下一些案本 并分别送往俄罗斯 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不同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并且将干湿马里奥送往CAT扫描建模 并将建模后的数据送往几个权威的实验室进行检测确认 首先给他们回复消息的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位 泛舍科的专家 专家在回复中这样写道 尸体上没有缝合痕迹 整个骨骼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没有人为改变或组合的痕迹 这让莫三松了一口气 这一点至少说明了这句干湿是一个整体 而不是盗墓则拼凑而成的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实验室对马里奥进行了探十四年代测定 测定结果表明这句干湿约为1770岁 而美国的一个叫Beta的机构测试则表明 马里奥的年龄约为1700岁 很相近了对吧 对 这里为啥有两个结果呢 这就是因为莫三为了证明马里奥的真实性 分别从马里奥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取得样子 又分别送往了不同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进行双重验证 这个验证的结果让莫三确定 马里奥确实是一个来自千年前的未知生物 结合绿化阁的存在 很有可能 马里奥是一个千年前存在的 非人类高等文明遗留下来的长路 1700年前我们中国是哪个朝代 汉朝 那英国呢 英国是罗马帝国统治那位孩子 一个月后 莫三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分析化学研究所 收到了马里奥的首个DNA分析结果 报告就是 马里奥的DNA结构显示 它是一个雌性样本 它检测到了双X染色体 但是更令人震惊的是 它的DNA与任何已知的人类或地球生物都不完全匹配 它的DNA中大约有23.8%的DNA与人类相似 但是其余76.2%的是完全未知的序列 随后 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实验室传来的相似的结果 进一步证实了这一个发现 俄罗斯科学家对亚门还进行了更广泛的比较 结果发现 马里奥的某些DNA片段 近于某些植物的DNA片段 匹配度更高了 会不会是以前说的那种山金树怪呀 这就不好说 以前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翻一下山海经有没有相关的记载 说不定可以哦 但是你怎么解释他胸前的金属片呢 就和磁藤 对吧 差不多 但是其实他的DNA和某些这些植物匹配 匹配度最高也不过就31点几 那剩下的呢 不知道 就未知了 未知 就从来地上没有这种DNA片段 这就让人不禁怀疑 他或许并不是我们所谓的人类 在这些种充满未知的情况下 团队决定对另一个样本 韦多利亚进行类似的DNA检测 结果显示与马里亚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大约有25%的DNA与人类相近 其余部分同样是未知的序列 对了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约瑟芬娜 肚子里有三个蛋 腹部有三个圆形物体的尸体 在珍德同意后 莫三将其送去做了高精密度的断层扫描 断层扫描甚至重建了圆形物体内部的结构 从这个结构图上 可以看到这些圆形物体内部结构 有点像鸡蛋 其中一个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胚胎在防御 它真的是个卵生动物 就很像哪一类生物呢 它的体内孵化 对 对吧 有点像海马爸爸 有可能它真的是个海马爸爸 它有那个卵生通道 对 但是约瑟芬娜没有做那么详细的DNA测试 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双叉 不知道它是不是个瓷性 除了以上一些惊人的发现 还有一些其他的发现 比如这举计尸体的骨骼结构 导致了它们的骨骼活动范围与人类不同 头部结构也与人类不同等等 但是这一切最终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结果 这是一个全新的物种 这个物种手脚都只有三个手指头 脑袋后脑很大 没有耳朵 只能吃相对软糯小块的食物 极有可能是卵生且有雌雄之分 并且在1700年前就有了相当高的科学水平 甚至能做假体植乳手术 同时这个物种可能存在有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体型较小 比如阿尔贝托 约瑟芬娜 另一种体型则较大 也更强壮 比如说玛利亚 谜团解开 伴随着的却是更多的问题 面对这些令人困惑的结果 莫三开始质疑 这些发现究竟意味着什么 玛利亚的真实身份和他的起源是什么 阿尔贝托 约瑟芬娜又是什么 他们和玛利亚究竟是什么关系 奴隶还是敌人 这不仅是一个科学上的谜团 也可能是一个关于我们星球历史的重大发现 为什么这两具尸体明明是在秘鲁发现的 为啥最后会出现在墨西哥的听证会上 对 为什么最后调查过程完全没有官方的参与 最后则是2017年就发现了干尸 为什么到2023年才公布出来 第一 这都是很奇怪的地方是吧 这个也是很多人说他们作假的一个原因 而且为什么墨西哥突然间搞了个这个 是的 政府行为他多少都有点官方的目标 对他肯定有点政治目标 我们虽然不知道墨西哥为啥突然搞这种奇怪的听证会 关于外星人的听证会 但是我们知道啊 秘鲁为啥他不接 其实啊 当墨西最开始就接 秘鲁还在追那个黄金盗嘴 有可能 所以他没空接 有可能 也真是这样 其实当墨西接触到最开始的两具干尸 也就是阿尔贝托约瑟芬娜的时候 他就亲自去找过秘鲁文化部 但是秘鲁文化部在接触到墨西的申请后 一直都没有任何回复 甚至当墨三亲自走进文化部官员办公室的时候 得到的回答人是 请到大厅 走正常程序 文化部完全忽视了他们 而当墨三拿着各种权威学校实验室的检测报告 再次来到壁鲁文化部的时候 文化部却组织了一群考古学家和专家 来质疑墨三得到的研究成果 他们首先就质疑了是那个巨大的三个手指头的手 他们指责说 这个巨大的手是在纳斯卡的一个车间里进行加工而得到的 其他的几具尸体不过是盗墨贼为了骗取利益 作假做出来的假玩意而已 而墨三也不过就是个骗子而已 壁鲁的其他科学官员 政府官员 则一直保持着一种坚默的态度中 其实这种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正在追寻那些黄金的豆腓 这也和壁鲁掺团的盗墨活动 肆无忌惮的文物造假活动 诈骗行为有关系 我们都知道壁鲁最出名的是什么 壁鲁纳斯卡地区的纳斯卡线条 对吧 其实纳斯卡线条周围还有很多奇怪的遗迹 这些都得不到解答 这些东西都被认为和外星人有关 所以大量的单地人伪造各种文物 以骗取高额的回报 而他们的声称都称这些东西都是和外星人有关的 壁鲁文化部一年接触到的类似报告 没有一百七也有五十起 但几乎都是盗墨贼的杰作 所以才会有整个调查过程完全没有官方参与这种情况的翻身 因为他们完全就觉得这又是一次盗墨贼制造的闹剧 所以发布时间也从2017年拖到了今年 最后还是在墨西哥的听证会上发布的 壁鲁懒得理他们 这次壁鲁可能是亏大了 当然这件事到现在其实还是没有结束的 而且这件事本身还是有很多疑点的 首先就说墨三虽然说干世的DNA和人类的相似率不高 但是他们的外形和人类这种叹击结构 太相似了发现没有 甚至他们的外形和电影 因一提外星人中的形象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是吧 这个外星人完全是按照人类的想象展的 这就很奇怪 它缺乏一种外星生命的多样性和想象力 第二则是干世的发现者和展示者 也就是这个墨三和他的团队都有过制造和传播UFO骗局的前科 例如墨三曾经就声称发现过恶魔仙子和梅特佩克生物 但都被证明是人造的或者是动物的一些遗骸 最后则是 虽然墨三声称自己得到了各种检测结果 包括他拿到什么俄罗斯圣比德堡大学的检测结果等等权威机构的检测结果 但是并不能拿出相应的公开透明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这些检测结果是来自这些权威机构 目前墨西哥已经接触了这两具未知生物的干世遗体 开始进行各种官方机构主导的全面的权威的检测和测试 相信很快应该会有权威的报告出来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他们出于什么目的在山洞里 为什么绿化阁来涂全身 谁帮他们涂的 他们是先死掉了还是谁帮他们涂的 这个地方我其实故意忽略了一个地方 因为我没有办法验证这个消息 他们去到那儿的那个人 包括记者 有一个记者团队他们对那个地方的描述就是 你们走过一个地方的时候 能看到这个地方生机黯然 那个地方也生机黯然 但是他们走上这个 发现这些外星人的洞穴的那座山以后 就会发现一个很突兀的关头的 完全由石头堆砌而成的山的存在 那个本身存在就很突兀 但是整座山的石头 你站在山底上看周围 全都是绿茵茵的都是树 就感觉那个山是人造的 就感觉那个山突兀的出现在那个地方 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我没有办法确认这个消息 但是我看片子的时候能看到这么一个消息 他们描述也是这么描述的 刚才我们不是看到吗 在X官的呈现下面 三具尸体有两具是内部没有内栓的 除了那个卢外 还有一具 玛利亚是有半身内栓 结构就有点像啥呢 他们的推测 第一这个尤玛利亚可能是因为受了删 他要去世了 他是因为意外去世的 所以呢那些其他人没有对他进行严格的处理 但是阿尔贝托娜是处理完以后才放进去的 但是这个猜测解释不了为什么约瑟芬娜腹部会保有三个网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事件的一个谜题之一 到底他们是自然死亡在里面风干的 还是说是在外部死亡 人们那个他的同伴把它处理过以后把它放进去的 因为如果按照人类的习惯来说 如果这个东西死了 我们要把它做成木乃伊或者做成干尸 一般的操作呢会把它内栓全部掏掉 这样会有利于保存好这个人的尸体的外貌 包括骨骼 内栓容易腐烂 一腐烂他就会产气嘛 就会成巨人官对不对 所以要把内栓先掏掉 在内外都擦上这种反腐剂之类的东西 再进行干湿干燥化处理 但是这三具尸体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要么有内栓 要么内栓掏不干净 要么掏过 但是还有东西在里面 并且呢 他们的这个处理方式并不是体内体外都擦上反腐剂 就是绿化阁 只是外表有 所以很多地方都存在着很多疑问 整个东西里面 所以你要说是他是生活在那 还是说是因为什么 什么事情被犯在那的 也不一定 而且如果说是他是自然死亡 比如说他逃难 发生了什么大的灾难 他来到了那些洞穴里面进行避难 死在那 因为天气的变化变成干湿的 那又解释不了 那些绿化阁是怎么给涂上去了 对 而且这不是天然的东西 是 所以到此呢 还是有大量的人 因为这些原因 还是觉得这些东西啊 是人造的 马里奥这些盗墓贼 制造的这么几个外星的假萌木 假尸体 这也能很好的解释 既然他都是假的了 他是什么形态 他有卵 有这些东西 都很好 都能解释 但是 假的这个东西呢 又解释不了一件事情 其他的 像刚才那些疑问 他都能解释吗 解释不了一件事情 就是那三个卵 一般造假你是造不出一个已经风干了的卵里面还有胚胎的 你想想这怎么弄 是不是 对 这造假成本还是蛮高的 他除非能找到一个恐龙的化石弹 对 放进去才行 对 但是我那个化石弹 我自己单独能卖钱啊 我何必 对 他要赌把大的 对 他现在交给政府之后 其实也可以有利可图 但是他自己如果卖掉好像 也没有 他是卖掉了 其实马里奥是卖给了莫三 就莫三其实是花了大价钱 跟马里奥买了这些尸体的 而且他还付出了很多额外的费用 比如说为了带他去那个洞穴 有额外的费用 比如说一开始说服马里奥去送这些东西去检测 他也付了钱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一方面是莫三其实也在怀疑 我们一开始就说 听到马里奥这个身份 其实他就开始怀疑这个东西是真是假 所以他一直希望马里奥准许他采集样本 送到各个地方去检测 马里奥在这个时候就敲了他一笔 然后带他去洞穴又敲了一笔 最后这些什么DNA检测给到莫三以后 莫三一看 DNA检测报告显示有百分之 他不是人 他是未知生物 他就想买下这些东西了 这个时候已经确定了 对于莫三来说他已经确定了 又被敲了一笔 如果这个事情 莫三是真的发现了 确认这个东西是未知生物 甚至是外星人的尸体 那么莫三的名字可能会排在牛顿爱因斯坦之后 对 对吧 流明了 对 他就确实流明了 这也是莫三的一些私心 所以他才愿意花那么多钱 去买去说服玛丽奥去搞这些事情 对 所以整个事情呢 你说他造假 他也有一些解释不了的问题 对 你说他是外星人 他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解释不了 目前呢 我们真正能等待的还是只有墨西哥的这个官方的检测报告 最终显示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依据我们以前的一些案例的习惯 特别是老美的习惯 这个事情最终的结果一定会是啥情况呢 我猜测会发一份不明不白的报告 承认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 最后告诉大家不确定 有可能 我们央视公众号也发了这个新闻 他也是客观描述 完了之后列举各方观点 一般肯定都是这样做 即使这个尸体现在在墨西哥政府手上 墨西哥政府已经送去X官了 但是没有结果 再过一个月 也就是到12月份左右 应该有一份完整的 或者说是详细的报告出来给到大家才对 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会影响特别大 所以应该12月份是出不来的 怎么说也会拖到明年 对 这个其实对于大多数人类来讲 会打破原有的世界观 这个是政府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这引起骚乱可杂者 甚至是什么 人家说历史学家怕考古学家 对 这基本上就在某种程度上 会颠覆整个南眉的一个历史 你就必须重新审视 如果这是个外星人 或者说是真的这种高等文明存在 而这个是个证据 已经确认了 那么我们玛雅文明里面看到的那些什么 做飞船的玛雅人 那些用奇怪物品的玛雅人 是不是会考虑到他们就是这些等的 那么玛雅人那些天文历法 是不是我们要重新去审视它 会不会是一种外星人 或者说是一个高等文明传给他们的 他们只是继承了而已 一个更可怕的因素就是 我们不是之前一直在谈 2012是玛雅历里面的世界末日吗 结果人家过了个年 但是会不会这种外星生物的历法真的就是相当于我们人类的两万一千六百四十四年 是他们的一个年份 整个的对现有我们人类的历史文明 还有认知体系的震荡 绝对会是颠覆性的 只要有一个国家就一个比如说官方的政府说 我宣布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而且我确定有确切的证据 对他有可能承认他是外星人 有可能承认他是地球上生活的类人生物 他是存在的 我们先试图跟他联系什么之类的 这就很吓人了 对很吓人了 是吧 那会不会这个时候人类就会分成两派 所谓的呼叫派和保持沉默派 降临派和保持沉默派 有些人肯定会 反正我是肯定支持黑暗森林法则的人 我去翻一下山海经 你去试一下 其实山海经上有很多三指的东西 人形三指的有很多 有一种水深的妖怪就是这样 证据不足 但是从我们的各种传说里面 包括我们中国的传说 像你说山海经里面 就有这种三指的水深绿皮肤的生物 水猴子 你要不要在这发一个不救小链 不救小链 就是如果是水猴子 有一种可能性 因为传说中 山海经里面传说这种生物皮肤是有毒的 为什么有毒 那会不会是绿化阁呢 对吧 对 传说中这种绿色的生物 三指的这种水深绿生物 表皮是有毒的 就像癞蛤蟆一样 表皮有毒的 那这种其实可以解释两个问题 第一个 暖身 水中暖身 对 你看 外皮的这种绿化阁 就是可能它的毒性的来源 绿化阁本身是有剧毒的 它那个地方是会不会在2000年前 或者什么的时候 或者更早 可能不止2000年 因为碳元素特利也不是特别人 就那个时候是不是水 那个山其实在很多年前是河 有可能 就完全有可能 纳斯卡地区的这个东西 就也不是剧传说 因为有纳斯卡线条 有很多这种专家学者去那考察 纳斯卡地区曾经是一个很水草风暴的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得干旱了 因为变得干旱了 所以纳斯卡线条才能保存很多年 最后 有可能 那个问题 大的和小的有啥区别呢 大水扣子和小水扣子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